在电视剧 乔家大院片头中 钟家乔治勇一声 走类 开始了我们今天晋商和万里茶道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中 我们重回万里茶道 讲述万里茶路的两个重要站点 第一个是万里茶路的中心 赵鱼古镇 第二个是万里茶路的起点 阳楼洞 来自河方 去往何处 对于一座城来说 一时文化传承已彰显着其独一无二的气质 无论怎样变迁 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 人们记忆深处的故土乡愁 家国情怀 总是那样久远 浓烈 让我们再记录片 记住乡愁 齐贤尽商老街 这一集中判刑进商在万里茶道中的故事 在山西郡中的旗县古城 一条横贯东西 一条纵穿南北的老街十字交叉 作为建商文化的发源地 这里曾走出过许多纵横四海的商家 会通天下的票号 历经千年的时光 老街依旧热闹繁华 从郁味十足的叫卖吆喝 到热气腾腾的烟火气息 这里的生意人从不虚度每一个早晨 老李家的豆腐脑绵软可口 老高家的奈摇摇 香气逼人 老王家祖传百年的泥人 深受孩子们喜爱 无论当地居民 还是八方来客 都喜欢到这里走一走 看一看 回味一段过往的生活记忆 热闹繁华的街市 飞檐翘早的门楼 行走在晋商老街 仿佛穿越到了明清时期 那个时候老街上大大小小 聚集着二百四十多家商号 可以说是千商云籍 万物会萃 连续十几代 持续数百年的商业传奇 在这里上演 晋商老街 位于齐县古城中心 东西街长八百三十五米 南北街长六百九十米 总面积达到零点五四平方公里 四个街口对应四方城门 把齐县古城定格为四大城方 一千五百多年前 北魏太和年间 朝廷在此设宪 作为城中的交通要道 老街应孽而生 到了明清时期 晋商老街已是一个汇集了上百家商铺 包含着钱行 当铺 油业 粮行 等各式行当的繁盛之地 有着一城四街 二十八巷 六十个歌道 四十个大院 万余间房市的说法 如今的建山老街 仍保留着许多明清时期的深宅大院 雄魂壮美 古古依旧 每一方牌匾 每一块砖把 都映刻着老街曾经的辉煌 到了明朝初年 盐运业兴起 山西人开始走出关口 在外行商贸易 当时许多书香门地 和诗里传家的望族 也入世经商 经商的名号逐渐崛起 位于齐县古城中心的老街 成为南北客商的汇聚之处 茶 票 点 布 杂 等百页日益繁荣 因商贸而兴起的老街人 开始摒弃救足 包商养谷 他们虽以经商为荣 却对后人的儒学教育极为严格 按照学而优则谷的家族点讯 家中子弟学业不经 品德欠家者 绝不允许参与经商 直到今天 在老街的渠家大院里 还保留着银送渠世家训的传统 相传 明洪武年间 渠家先祖还是一名货郎挑 靠走村创户卖货起家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 成为远近文明的富裕人家 17世纪 中俄万里茶道兴起 渠家后人 渠家后人 不如茶庄有的人 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 一时间市场上出现了各种仿制穿自茶的产品 质量 参丝 绸缎 皮毛 茶叶 粮食等贸易 清朝的金石良店 也几乎为古街商邦所经营 我们在这条起线晋商老街上 找到了一曲四方的四个字 这四个字 刀出了晋商人在万里茶路上取得成功的秘密 洋楼洞作为万里茶路的起点 在这里发生了什么故事 让我们再记录片 中国影像方志 是必偏洋楼洞中一探究竟 在洋楼洞 我们看到了川子茶油来 我们了解了晋商和万里茶路的故事 那在古人的本乡 茶油是怎样的艺术姿态呢 一手圆枕 一字至七字试茶 了解文人默克的茶之道 茶 香叶 嫩芽 牧师克 爱僧家 碾雕百玉 罗汁红纱 咬尖黄蕊色 婉转取成花 夜后腰裴明日 陈前命对赵霞 习近古今人不见 将至最后起堪夸 唐元枕一字至七字茶诗 这首宝塔诗 高有趣味 在描写上 有动人的芬芳 有楚楚的形态 还有生命的色彩 隐插之时 夜后裴明日 陈前对赵霞 真是如神仙般的生河 而茶跟喜静古今人不倦 又是何等无妙用啊 我一道难以忍 你带着ゴール 你带着福灭 昂 你带着福灭 你带着福灭 那得生以赵霞 这个节目 去 我 我 不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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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计人不见 最后要陪明月 全全命对朝霞 世纪孤寂人不见 坚持最后期肯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